星期日晚上11時 有另一場英超大戰 亞仙奴對曼城 每次這些國際賽後聯賽 我們都要看一看 兩隊球員究竟在國際賽上 是打得有多盡呢 先講講曼城方面 其實各大的是歐洲球隊 他們都打一場要打的外圍賽 另一場其實都是有賽 基本上歐洲球隊是這樣的 歐洲球員不須擔心 但是南美洲那邊又怎樣呢 大家都知道飛機路程 已經令到他們有一段 體力上或精神上的壓力 以及南美洲那邊 兩場都要打的外圍賽 所以要看一看雙方的南美兵 講到南美兵 其實曼城是多一些的 包括奧達文迪 不過奧達文迪只踢了一場球 第二場上高山那場對玻利維亞 奧達文迪是看球 另外就是飛蘭丁奧更舒服 第一場在烏拉圭上了九分鐘左右 第二場對著巴拉圭是不用打球的 即是說哥迪奧拉是要多謝巴西國家隊 因為飛蘭丁奧真的休息了 比踢球會更舒服 好 辛苦一點的有什麼人呢 其實就是阿古路 那他怎樣辛苦呢 阿古路就叫做打了整場 就是對著這個智利的賽事 第二場上高山那場 他打了半場 打了大概是二十多分鐘 三十分鐘左右 對於阿古路來說 就叫做辛苦一點的 但如果你問問那些萬城球迷 如果下場波對阿仙奧不出阿古路 行不行 我相信那些萬城球迷 可能都沒有什麼反應 不出就沒有所謂 阿古路而已 又不是耶穌 耶穌就是傷了 這個呢 就是耶穌那組可能 跟阿古路的分野 可能都不是太大 好了 那就是講完 就是萬城那方面 都不是說太嚴重的FIFA病毒 那阿仙奴來說又怎樣呢 阿仙奴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南美兵 不過呢 好壞不壞 他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山神仙 那山神仙呢 他就搏足兩場呢 就是世界本外圍賽 代表智利一場呢 當然是搏得很盡的 就是對著阿根廷的作客賽事 那就是 那所以呢 就是這個山神仙呢 第二場球呢 同樣呢 都是要搏的 那對著呢 是委內瑞拉 幸好是主場 就不需要上高原 那不過呢 是搏足一達八十分鐘 兩場的是 足料的是 這個是世界本外圍賽 那山神仙是搏足的情況下 是怎樣的呢 而當然 阿仙奴的另一個重要球員 奧伊斯 其實都是剛剛呢 就是大病初遇 我們都知道 就是如果鬼佬 鬼佬 他們是病的 一定是吃抗生素的 那吃抗生素呢 其實是大大令到你的 是抵抗力呢 的細胞是受損的 和呢 會令到你身體裏面的 所有有益細胞 和益生菌呢 都是大傷元氣的 那也都是直接會影響了 我們的體能的 精神面貌都會差距 那究竟它的復原情況是怎樣的呢 那這個當然是有待觀察 但是已經是一個隱憂 好了 講到FIVA病毒上面 我們都知道 對於阿仙奴的反應是大些的 對於阿仙奴的情況 是大隱憂些的 好了 講到戰術運用了 阿仙奴很多人都覺得 阿仙奴很多人都覺得 就是 他們可能在主場呢 是會來一次 是 零厲的進鋼 因為呢 要幫這個混家 是續約的 所以要盡快贏球 就是如果呢 就是阿仙奴的 是如意算盤相信 就是 贏了的話呢 對著曼城這輪賽事 如果贏了的話呢 就立刻呢 就動筆簽約了 不要等的了 一定不等的了 但是如果和或者輸呢 可能和都簽約的了 和都簽約的了 是吧 但是輸當然就要等一等 是吧 那究竟 雲家 是不是好大起攻 主場攻呢 我首先猜一猜 如果阿仙奴主場攻 是會怎樣的呢 阿仙奴主場如果攻 那當然要出這個是 Jerrold基奧特 那這個呢 就是山神仙又要在樹 奧斯爾當然啦 雲家說他是 Fully Fit 那就是說呢 他是要出的 那 就是主攻來講呢 當然就是出這三個人呢 當然就是可以幫到你的主攻 那 但是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阿仙奴最強的位置 其實是反擊的 不是主攻的 那你主攻來講 如果 如果啦 你不是很功得入對手 因為山神仙 奧斯爾的狀態 成疑 那 萬成 最強的地方是哪一處呢 其實暫時 其實就是 尼萊森尼和史日靈的反擊速度 其實這樣的話呢 對於這個阿仙奴來說呢 如果主攻呢 就會埋沒了他們呢 是高速的球員 包括呢 就是和仔啊 山神仙這些人 而呢 就放山了對方的史特寧 和利萊森尼喔 那就是說 其實阿仙奴主攻呢 並非是上策 那這樣阿仙奴 即是打防反又怎樣呢 好些 好些 那但問題就是 就是說呢 萬成雖然呢 他們的進攻速度是快的 那但問題就是 如果在主攻上面呢 他們亦有大衛斯華呢 可以幫手做這個 是思破密集 其實是 停波分波 那也都有插入的是 辛尼和史特寧 那就是說呢 雖然阿古羅的支點 不是那麼完整也好呢 萬成的主攻 亦都爛船有三分釘 那在這個情況下呢 如果阿仙奴要這個是主手的話呢 亦都有個問題的 就是阿仙奴是防守的球員 不夠硬正 就是好似萬聯 如果萬聯要轉打這個是主手的話呢 其實他們都可以 是有硬正的球員去做防守的嘛 那所以呢 對著車號士都只是輸到一球 即使是整場打少一個都好 但是阿仙奴就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所以呢 就是 阿仙奴的尷尬的地方就是 攻又不是手 好似有 不是 那所以這場賽事來講呢 其實阿仙奴是進具失退的 那所以為什麼阿仙奴每次對著 Big Six 即其他的Big Five球隊呢 其實都是下風的 都是這些這樣的理由 防守不夠硬正 攻不銳又手不運 那所以這場賽事呢 其實呢 我覺得呢 阿仙奴呢 的魂家呢 是要再等一等才可以再簽約的 因為我完全是覺得呢 這場賽事呢 萬成是可以拿三分的 萬成是可以拿三分的 那如果阿仙奴又贏不了呢 那如果利物浦今晚呢 都是失分的話呢 那這個萬聯的 看來是很有機會衝上去的 那我們看一看呢 就是這兩場大戰之後呢 那個聯賽榜呢 又會有什麼的變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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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